女孩深夜独自加班,却发现猥琐的经理上厕所故意不关门 她有些害怕,便快步走进冷库,不想让经理看见自己 然而,就是这个决定,却让她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女孩前脚刚走进冷库,男经理便走出卫生间 发现冷库的大门打开着,她突然停在原地,若有所思 冷库里,认真工作的女孩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 就在她踩中楼梯,准备把洞品放到高处时 经理突然走向冷库,猛地抓住门把手,把厚重的冷库大门合上 可好巧不巧,就在门锁闭合瞬间,女孩手上的箱子刚好破开 里面洞品掉了一地,发出巨大声响,让她完全没听到 经理竟然关上了冷库大门,并且用钥匙从外面牢牢锁住 就在女孩手忙脚乱,把洞品挨个收回箱子时 经理关掉了餐厅的灯,冷库里,女孩突然眼前一黑 她先是愣了愣,随后立刻反应过来,疯了式地冲向冷库大门 荒乱中,女孩摸到应急灯开关,冷库再次明亮起来 可她的心情却开始滑向黑暗的谷底 因为经理早已走出电梯,根本不可能听见呼吸 更糟的是,女孩干活时为了方便,把手机和钱包都放在柜台上 现在除了大喊,再没有别的办法和外面联系 然而,无论她怎么喊,怎么撞,也没有把经理叫回来 更没能把厚重的冷库门撞开 此时已是深夜,商场里空无一人 要是再出不去,光凭女孩凉鞋和短袖的打扮 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活活冻死在这里 然而,想出去又谈何容易 她找了小推车,鼓起勇气,握住冰冷的扶手 用尽全力长门上撞去,被窝把撼动大门分好 两只手反而被动得通通八字,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与此同时,冷库的温度正在持续降低 短短几分钟的功夫,女孩的手和脚便被动得失去肢卷 皮肤上也开始出现轻微的冻伤 为了保持体温,她只能不停用手在身体上摩擦 再把僵硬的双手塞进裤兜 艰难地保存住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热量 突然,女孩发现右边裤包似乎有东西 她连忙低下头,从包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据 看见票据上的信息,女孩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急忙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 随后立刻转过身,在货架上摸索 在上层找到了一个不锈钢拖盘 点起拖盘,女孩迅速跑到坚固的冷库大门前 接着便死死钉住手表,在心里默默计算时间 很快,隔壁影院最后一场电影散场 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出影厅 即将从餐厅门前经过,女孩呼吸急促 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必须精准计算好时间 在人群刚好路过餐厅门口时 知道动静吸引注意 否则就会整夜困在冷库里 被活活冻成冰雕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女孩的心也提到了嗓子呀 终于她掐准时间,猛地举起托盘 疯狂朝大门上砸卷 这时餐厅外的人潮恰好经过玻璃 时间分毫不长 巨大的砸门声穿过冷库传进餐厅 只要有人稍加留神 就能从玻璃门的缝隙里 听到女孩求救的声音 然而半分钟过去了 仍旧没有人注意到餐厅里有动静 一分钟后 外面的人潮逐渐稀疏 留给女孩的时间所剩无几 她更加疯狂地敲打着大门 口中更是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不肯放弃这转瞬即逝的希望 可下一秒 女孩的指尖却不慎撞到门板 强烈的剧痛疼得她呼吸困难 连托盘也掉落在地 结果就这么一耽搁 外面的人潮已经走光 等女孩在捡起托盘时 留给她的只剩下深圳的绝望 然而更绝望的是 冷库温度还在下降 女孩的手表竟直接被冻坏 不能正常显示时间 而在封闭空间里丧失时间概念 无疑是最恐怖的精神折磨 可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鼻孔静突然流出浓稠的鲜血 看到血迹呈现出不正常的暗红色 女孩惊恐地发现 自己身体内部 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冻伤 学医的她 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在一个小时内逃出去 等待她的 将会是这世上最痛苦的死亡